然後大家可以繼續吃東西 有沒有 那個 先找位置坐下來 然後那個 爆皮展現就有了 可以到旁邊集合 好那個 然後 因為今天比較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順區是那個 斜一到七嘛 然後但是我們今天 要從第七個開始 好 每次都從自己的開始 這樣大家都知道順區 我們今天從之後來開始 欸 可能這樣可能比較順區 好 那個 我們先請那個 彭博士 彭博士呢 彭博士在哪 好 準備好了 你要彭博士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換第一個 開放資料公司 彭博士 彭博士 好 各位朋友午安大家好 我是彭博士 不是給大家爆天氣 要講Open Data 其實各位知道 我是Open Data聯盟的會長 那以為各位覺得說 我們那個 跟TCA合作 是TCA的主持聯盟之一 可是 事實上我們過去一年多 搞得像MG友一樣 那個 政府都不大喜歡我 因為有去直接會把人家砍到谷底 那事實上我去年呢 其實我覺得很挫折 因為台灣Open Data 其實弄了半天 其實去年我覺得 花很多時間一直在繞繞繞 因為其實很多 很多的問題 是文化上的問題 開放文化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 所以那時候其實蠻做的 那沒想到呢 那沒想到呢 在這個12月的時候呢 選舉選了 整個大變了 那那個張三聖 副院長 當上第一天 突然寫了一個E-mail給我了 呃 說你覺得趙主要 開放哪個資料 最優先 最有成效 讓大家關心注意 然後我們就開始 有一些對話 你各位知道 那個張副院長寫的E-mail 可能比各位跟我E-mail 還要查 弱弱的 所以那時候我開玩笑 那個 似乎政府的副首長 都沒什麼事做 深公願部 還可以寫那麼久 所以那個媒體都把它寫 把我 把我講他做的事情 都沒有提到那個 那個深公願部 張三聖是深公願部 不過他其實 張三聖副院長 其實在這幾天 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後來呢 剛好 我11 12月的時候 從那個 繞著地球一線回來 看到很多國家的情況 我們就找了一些朋友 然後我就 大家吃飯 然後我們開了一個 分享的交流會 結果分享交流會 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覺得說 台灣open data 只剩下一年的時間 我們不趕快 逼政府趕快做 就真的來不及了 然後又遇上 這次這個 張副院長的上任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在1月多的時候 1月16號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共筆 在之前就共筆 我們希望寫一份 給政府的一個建議書 所以後來呢 其實那個建議書 各位 現在我們上可以看到了 原來只有1千字 後來那邊1萬5千字 我前幾天看一下 他1萬7千字了 後來我打了 真理一份 然後直接去到 市政院去跟張副院長 直接對談 所以各位看 在我們上看到 1月16號 那個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直播 其實那天的情況還蠻精彩的 包含說 我們對於政府法人 要不要公開一些資料 他是不是拿了太多的錢 或怎麼樣 都談到很多事情 那也提到了一些 法律上的問題 在這邊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因為我們在做 Open Data聯盟一年多 其實裡面有MGO 還有很多的企業 還有一些社群在裡面 那很多的企業呢 就發現說 我本身就有自己Data 像我自己是氣象Data 我的Data 其實來自於 不是只有氣象區 我不是用氣象區的Data而已 我有自己的Data 所以我們希望把我的Data 公布出來 因為原來呢 是很多企業會幫我買Data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資料 公布出來 讓更多人跟我發生關係 所以我要公布我企業的API 那我們還有一份夥伴 是交通類的 他把台灣所有的交通 全部申請完畢了 我們政府交通類的 其實不是我們Data 其實他去申請 他把它針對麻痺了 他也想公布出來 那還有一部 還有幾家大的 我們希望 我們自己合作在一起 把這個所有資料 公布出來 而且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有一些公司 自己有一些Data Size的人 我們自己 一個公司就養不幾個人 不是這樣太可惜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很多人 把它整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的公司 所以我們其實在一年多前 就有一個台灣 一個資料公司的講法 但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希望在三月底之前 我們大概會希望 以出席1000萬的目標 然後到了這個年底的時候 到1000萬的一個規模 一步一步的往後面走 那我們大概會有一個 經營的一個模式 經營的方式 不用說那麼辛苦 說一開始就會 就只能去燒錢 我們希望第一年 一開始做就可以去賺錢 所以這個部分呢也希望說 各位到時候 如果有興趣想要創業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是說 Data的公司 Data是很Sexy Sexy的產業對不對 對不對 是很產業 不過今天女服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女服而已 應該更多一點 女服在哪裡 那個其實Data Data的Sexy 只是一個很Sexy的行業 可是它其實是可以讓大家 發揮你的創意 可以讓這個社會進步的更好 所以我把它定位成 一個社會型機器來做這個事 那也希望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加入我們 這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當然啦 我們督促政府要開放 Open Data的一個力道 絕對不會手軟 那也希望各位呢 也給我們多一點支持 跟鼓勵 謝謝大家